好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大家所关注的前桃园市长 郑文灿的这个第三度的鸡押亭 在稍早的六点多的时候 有了最新的结果 也就是郑文灿遭到鸡押了 那么其实可以知道 今天这个鸡押亭 从下午两点的时候 就已经召开了 一路呢 停讯大概四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 不过在六点出头的时候呢 先是由主任检察官 以及这次承办的 这个检察官陈嘉宜 先是布出了法院 那他们当时其实 这个表情还是相当凝重的 面对说这个家庭的结果如何 他们也没有多谈 不过没多久之后呢 这个郑文灿的委任律师 也就是陈永来 他马上的就布出了 这个地方法院 当时面对记者提问 家庭结果如何的时候 他马上就做出了回应 表示说接下来 一定会再提出抗告 也表示说他们其实对于 这一次郑文灿遭到鸡押的结果 是感觉相当的不满意的 不过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说 今天家庭是由 这个桃园地方法院的 刑似腾骨的法官来读审 而他先前是一名人权律师 不过今天在审理的过程中呢 大家一度还想说 有没有可能 郑文灿三度呢 遭到交保 不过也可以看到 目前的结果显示 他是确实着要积压 不过目前呢 他遭到积压之后 大概什么时间 会送往这个监索呢 也要等他后续求车的时间 才会知道 那以上是现场最新 交还给彭磊主播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今天是这个前桃园市长 郑文灿第三度来召开 季压庭了 有别于前一次 第二次召开季压庭的时候 其实郑文灿 他今天提早了 大概十多分钟的时间 来到桃园地方法院 不过可以看到啊 其实他今天的这个 整个心情 似乎是相对的 比较沉重一些 面对记者的提问 甚至他脸上的表情 都是很严肃的 有没有可能就是担心说 他这一次真的进来之后 就会失去自由了呢 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说 检方他们两度了 三度提出的这个抗告 主要就是因为说 前两次他们认为 法院这边来不做积压 是担心说郑文灿后续 还可能会有串政 以及灭政的风险 原因就是说 其实郑文灿这起贪污万件 虽然历时了七年 这么长的时间 不过啊 他这个相关的关系人 还有一些证人 是不是还没有进行 相关的询问 同时郑文灿 他对于政商界的影响力 也是很大的 所以是希望说 这一次可以将郑文灿 给挤压下来 那么以上是在现场 最新提醒 一个案子压了七年 你自己都不觉得 非常的奇怪吗 我不能说压了七年 检察官办了一个案子 因为要收集证据 总是要有一点时间 我想具体个案 检察官有他的 依法有他的判断 那种深境啊 就是被检方这样子 一直在抗告的 这种状况会很常见吗 你们的经验觉得常见吗 我想法官跟检察官 依法行使职权 我们予以尊重 那不要以次数来看 我想这个 他们只要是依法执行职务 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 因为我们觉得不常见啦 所以我们要问专业的 法务人士怎么看 如果他三进假设三出这样 法律上的一个 不同意见的一种工房 我想在实际上会常常看到 只是个案里面 可能大家关注的焦点 不一样而已 最新消息 前桃源市长郑文灿 卷入土地开发弊案 9号重开机押庭 法官家保700万 总共裁定1200万交保 检方期的当庭再提抗告 高院就在刚刚裁定 发回耕材 原因是法官认为 郑文灿的政商关系绵密 人际往来广阔 有高度的政治地位 以及社会影响力 有可能跟还没被掌握到的 共犯勾串 地院法官显然忽视了 郑文灿的影响力发挥耕材 因此郑文灿11号下午2点 要第三度面对积压庭 郑文灿谈无案 重开积压庭后 主任检察官吕向武 检察官陈嘉义 满脸不悦走出法院 全程什么话都没说 因为检方对裁定结果 非常不满 脸色铁青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他们一听到 法官是预订 郑文灿1200万交保 是气得当庭抗告 甚至质疑法官认识用访不当 怒气冲冲 当场走人 而郑文灿脸色也不好看 没了第一次500万交保离开的灿校 郑文灿在短短20分钟交出700万 为了这二度鸡押亭 不能输的一仗 郑文灿的律师 从两个变三个更大咖 新加入的陈永来律师 跟陈氏桃园地方法官 在庭上攻防 主打郑文灿7年前牵扯的土地弊案 并非收贿 警察官认定的500万 其实是选举资金 因为当时资金不足和台塑借款 完全不认罪 法官财信说辞 认为他交代明确 有积压理由 没有积压必要 跟裁1200万交保 限制住居 出境出海 并列出三大理由 包含郑文灿否认洗钱泄密 且检方市政不足 第二郑文灿卸任市长两年了 对陶氏府未必还有影响力 第三土地弊案共犯都收押 没有串政之余 认为无积压必要 但检方不服再提抗告 当天9号晚间 桃园地院出动公务专车 赶在收法室关门前 再一次将抗告书中送达高院 10号一早高院完成分案 这个是法官的一个裁定的事 由我们尊重法官的一个认定 由于现行抗告没有次数限制 检察官一路缠斗 郑文灿能不能躲过积压 还是未知数 短新闻中大鹏行美在台北报导 同样的流程再走一遍 检方抗告卷证 在9号晚间8点40分 由桃园地方法院 宋抵高等法院 桃园地院晚间8点 出动公务专车火库奉建 赶在收发室关门前 送达高院 桃检第一次抗告成功 由高院发回桃园地方法院重裁 但检方不服 结果只是从500万元交保 变成增加700万 总共1200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因为对于检方来说 仍然是一句话 送钱的收押了 收钱的确交保当庭再提出抗告 要和郑文灿继续法庭上对战 对此高院10号将依照程序进行裁决 究竟会发回重裁 还是不会抗告 还是自为裁定 各界都在关注 东森新闻SNG小组 桃园台北采访报道 文灿现在1200万交保 这个跟我尊重说 不是才来过我了 这文灿树谈案重开积压亭 仍被1200万交保 柯建民不想多谈 不过这也代表 民进党廉政会前一天决议 积压就停权 有罪就除名的处分 证实不会生效 目前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况 是提高保释金 不过并没有积压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尊重司法调查 那近代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 当然现在这个阴谋论很多 不过我觉得 这些大可不必 令定调通通交给司法 但这次郑文灿交保后传 且22分钟内就筹到了 700万元的家保金 引发再也热议 当然不可能啊 这不20分钟啊 20天都不可能啊 斗争不但白热化 而且时间延伸到司法 减调之间的大斗法 十足的说明 这个案件有多少司 有多少政治角力在里面 这时行政院长竹龙泰 来到立法院备询 也被在野党问起 为何在郑文灿室案后 时隔7年才有动作 打他一枪 把新北市场打掉之后 然后呢 双方各退一步 接下来弊案就不了了之 绝对不要用这种不正确的逻辑 来看一个司法的案件 谢谢 我希望这个逻辑不正确 但我们就等着看 更质疑法务部背后 是否有人介入 有没有人压案 第二个 更严重的 原来是消息有泄漏 民主的台湾 应该不会有人要去压 一个任何的案子 委员心中的这个疑虑啊 我想社会上大家也 难免有同样的想法 在适当的时间 而且在案件没有被 27年以后你认为是适当的时间吗 律运重量级政治人物的贪污宜云 政坛高度关注 整办进度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导 穿着和上回同一身蓝西装 郑文灿在律师陪同之下 缓缓走下车 法官要他十点来开庭 他却迟到两分钟才抵达桃源地院 重开鸡押亭 时隔不到三天 再度来到这里 不过相对上回 半小时内五百万交保申请 想到自由可能被剥夺 郑文灿这回表情超凝重 完全笑不出来 面对记者提问 从头到尾沉默不语 检察官陈嘉义 则是提着包包 准时到法院 看起来做好十足准备 再次站上法庭 对抗郑文灿 至于什么原因让郑文灿五百万交保梦碎 高院提出污大疑问 包含质疑本案还会传唤桃市府公务员 共犯证人与郑文灿 有没有可能联络案情 还有郑文灿在本案的地位 能不能排除他影响 跟他上下隶属关系的共犯或证人 因此撤销原裁定 罚回桃源地院根裁 郑文灿涉探案 检方抗告成功 高院裁定撤销发回 而桃源地方法院在八号晚上六点半已经收案 他们两个小时后公布召开鸡押亭的时间 但对于陈审法官是谁 全程保密倒家 毕竟上回有议员挖出 让郑文灿裁定五百万交保的陈审法官邓伟奇 他的父亲就是郑文灿的爱将 原本他是十二号晚间值班 却临时提前一周 换班到五号晚上轮值 被怀疑另有引擎 这回地院是否会特别回避 以及郑文灿到底会再度交保 还是进到看守所遭到收押 答案很快就揭晓 东西人赵一杰 卢品农 李韵强 张仁豪 桃源报导 决战国会 决战立法院 今天好多立院同仁都在谈一件事情 诶 郑文灿他还好吗 因为今天对郑文灿来说 押与不押之间 全国都很关注 好你押的话真的政坛 恐怕会掀起一个新的风暴 如果不押的话 那你中保的金额会不会又再变高呢 而在押与不押之间 大家更想探讨一件事情是什么 请问他涉及的程度到底有多深 不要忘了 这是七年前的案子 这七年后为什么突然又要查 是谁开了这个门 让检调 让法院这个地方 全部都来去查郑文灿的案子呢 到底是谁开门的 今天我们要好好讲清楚 特别邀请到两位立法委员 分别是张吉海委员 以及叶元智委员 大家好 大家好 吉海哥我们就先问了 这个案子从上礼拜的时候 就一路降少 到今天 哇他押与不押之间 大家都很关键 你是怎么看 大家可以从郑文灿的表情看出来 他那天出来的时候是带着笑容 对 这脸色好凝重喔 很严肃喔 很严肃 很凝重 看起来压的可能性很高 第一个东西 高院在第一时间很快的 就驳回了桃园地院的这个 这个 交保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可能更值得观察 大家有印象以来 民进党里面不管谁患了什么大臭 民进党都是全党挺一人 这边不只没有挺 大家看两个动作非常重要 第一个 赖清德总统出来讲的话是怎么样 他非常肃杀严肃地讲 不管哪一个政党哪一个人 有证据就办到底 对 他不只没有挺 没有挺喔 他讲的是一定要办到底 第二个也很重要 民进党第一时间马上就开了连政委员会 他们做成决定是什么 你只要被羁押 你只要是郑文山你被羁押 我还要挺全你三年 所以党内不只没有以前 我们看到那个前党挺一人那个民进党 现在是完全反过来了 第二个是你主持人都要跟我讲 其实很重要的 这个案子是七年前的案子 我其实有提醒大家一下 第一个 他是有录音 有照片的 有照片 所以看起来郑文山这次要脱身 其实看起来老奖是困难 那上次他可能运气真的不错 碰到一个挺他的这个法官 比如法官的爸爸跟他 又是老同事 以前政工处的处长 那现在如果重新 重新再开庭的话 现在正在开庭 看起来是 押的可能性是非常高 那当然站在 立法院跟人民的立场 我们要求是有多少证据 一定要办到哪里 而且一定要误往误中 现在人民看的是 人民现在在看的就是说 一个七年前的案子 到底是谁把他押下来的 我刚刚讲 有录音 有照片 谁把他押下来的 今天不单纯是一个地检署 可以做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更高的这个层级 今天周刊其实写很多 今天周刊写得超级细的 包括说 他里面有监听到了什么 甚至呢 为什么郑文山会把钱还回去 是因为他听到了 监听译文里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急急忙忙还回去 这些里面 比我们想象中的水 还要来得深吗 最早大家在想说 为什么郑文山 要还那五百万 盗益 我们想说盗益有盗 没有 没有 没有那个赚到 不该赚的钱他不会拿 对 有没有 该赚他会赚 然后 那一开始是这样讲嘛 是自由时报写说 郑文山掌握到 有人监听他 或者是什么相关资料 他赶快把钱还回去 对 自由时报写的耶 那 到底会办到什么程度 因为 因为 郑文山在桃园的地方 传言非常多 其实你去桃园 你就知道大家会都会讲 什么样的传言 比如说像桃园市议员 像詹江村之前就讲过很多案子 有一个 有一个好像是哪里的一个什么案子 他就说 民进党很多人都有去买 还包括郑文山的金发局长也有去买 桃园的小英之友会 会长也有去买 后来他们还告詹江村 然后告詹江村后来不起诉 那个地方买了后来都 土地都有涨了 就很多大家讲很多东西 可是没有证据 但是你从 这个华雅科学园区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出来 郑文山他是会瞧的人 然后会拿的人 那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检验说 其他 相关那种 看起来很奇怪的土地开发案 到底郑文山 有没有 在这些案子里面有没有角色 我们接下来看检教 他一定会去追 那看会 办到哪里 我想问一下是 两位委员是怎么看 今天是第一起案子 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只是一个头而已 未来其实还会越来越多爆爆爆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这个案子是从监听 那郑文山怎么知道他被监听 所以他在检调里面有很多的人埋 包括第一次被放出来的时候 他就讲说这个法官跟他的关系是密切的 所以他后台很硬的同时 他是不是之前 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案子 该报的都没有报 那我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 就是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 我们人民在看的同时 可能期待的不是只有 党内或者两个人这个角力 是说检调跟司法体系 要站在人民的立场 你还是拿出证据 比如说现在可能都是 有很多传闻嘛 可是这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还是期待 司法给我们最明确的 你有多少证据讲多少话 真的还是要达到物往物走 来 原志你觉得他 这只是第一案而已吗 未来还会继续连环报 郑文山如果地方那么多传闻 如果有人去查的话 那会只有这个吗 我觉得可能第二第三就会出来 所以未来会有一个大清醒 我认为可能会有嘛 然后再来就是 周恩燦绝部就是一个人嘛 他是一撮人嘛 有燦戏啊 还有跟他有关的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大家在骂陈水扁瘫的时候 很多民进党人也跳出来骂 后来陈信瑜就不爽了 主人参没有拿过我妈的钱吗 他那时候 然后大家不敢讲了嘛 所以现在就是看说 到底他那一撮人 会被牵连的有多少吗 其实也是大家在观察的重点 好 今天我们针对郑文燦 谢谢两位委员 来帮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议题到底是怎么看 你喜欢两位委员的说法吗 我们会在YT以及粉丝团 会有一个投票序列 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反馈 也可以给委员一些反馈 以上最新 依照连政条例的规定 确定予以立案 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燦 卷入土地开发弊案 民进党连政会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开会讨论 七位出席委员一致决议立案 如果郑文燦遭羁押确定 立即停权三年一旦以审判决有罪 将研议进一步开除党籍 可能会觉得说 怎么这么重 我们连政委员会觉得 你担任公职越高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给予他更高 更高程度的连政的要求 他被羁押的话 明天马上就启动停权三年 如果将来一审判决有罪的话 可能就会再进一步严厉的处分 当然那时候依照连政条例 也有可能就是去民 如果说一审判决无罪的话 我们就会把他的停权三年给撤销 虽然郑文燦先前声明表示 会在未来司法调查的过程中 捍卫自己的清白 但民进党连政会 依照连政条例规定予以立案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通车的第一个月 是五折优待 那主要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熟悉 这是2017年桃园集结通车时 还是桃园市长的郑文燦 在镜头前和市民们侃侃而谈 只是早在这个时候 郑文燦就已经被检掉盯上 前后历经四位检察官侦办 但都因为证据不足而入签结 承办的调查官不死心 揪出关键 2017年9月 调查官监听到台素集团顾问 廖俊松的儿子在电话当中 向太太提到要提领公司资金的一段话 突然说到要带500万元 送到市长官邸给郑文燦 调查局如获至宝 展开行动搜证 果然拍到廖俊松儿子在某日晚间 拎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袋子 进入到官邸 不到半小时便两手空空走出宅邸 而已经遭到收押的廖俊松儿子 坦承有送钱到官邸 就在将装钱的黑色提袋放在地上时 还有比了五的手势 郑文燦则微笑用台语回应 哉啦哉啦 有什么资金需求需要去借贷这500万吗 会不会太小看郑文燦了 报导称郑文燦没有打开黑袋子查看 也不知去向实在是有违常理 由于检调指控郑文燦在隔年8月 以借贷名义还款500万元给廖俊松儿子 双方还有借据检调怀疑是监听一文外泄 郑文燦才会在隔年急忙退款 不过专案小组清查廖俊松儿子 仅从公司账户提领420万元 与500万元的汇款都不拢 该笔款项是否真的用来行贿 或是遭到廖俊松儿子挪用 始终不得而知 检调将持续追查 东森新闻台北报导